香港人又上腦了 發現本港僱員平均加薪今年是3.2 大灣區是4.8 不是的 學會超過六成 本港及約三成 但那個受港機構就說明年會加薪 平均加薪幅度是3.6和4.7 你信不信大灣區加了4.8 即是5%人工 我們日日看到年輕人沒有薪金 沒有薪金 官方都是20%失業率 肯認根據秘民網這類美國之音 抹黑他一半年輕人失業 我們只看他那些 我們這麼多人上去消費 應該加價 你聽不聽到加價越來越便宜 越來越便宜 即是在通縮中 你在通縮中怎麼還加薪呢 所以這個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二零四新城出了調查 他有一堆東西 我就不能夠說他 不知道他怎麼弄出來 三季調查 分別訪問168家 186家機構企業 涵蓋10萬人 訪問大灣區約400多家機構企業 18萬名全職務員 這樣 這樣 結果就是這樣了 這個有什麼重要的用途呢 我想公務員拿著他去說 今年都加了3% 那就立刻什麼呢 你說3%多其實是跟著通脹 已經不是很妥的 應該高過通脹的 因為根據阿超啊 茂波說經濟好的嘛 你又不用緊張的 他自然搶人 自然他人工高的啦 你不用緊張的 每個機構不是跟著這些 是吧 但是哪些會跟著呢 那些公務員啊 那些大學啊 那些什麼標準啊 你外面多少個薪金是不是加了 就製造了那些這樣的 所以這些這樣的學會啊 這些薪酬調查呢 將會出現的啦 那你就知道啦 政府都不跟啦 是吧 搞錯啊 讀完大學 什麼都不懂 三萬元的薪金 現在是這樣 因為沒有人做嘛 是吧 另外在外面打一萬多元的薪金 排工屋都不做嘛 那這些很大彈性嘛 所以你說究竟應該加多少呢 我們就不知道啦 但是現在今年的財赤呢 已經過了一千億兩千億 那是不是應該動身呢 動身的確會令到低薪的公務員都會流走的 是吧 既然是低薪就容易在外面找回類似啦 越不能夠隨便找高就越高薪那些啦 是吧 所以越高薪那些呢 那你說我怎麼吸引人才呢 你開一些更高級的位置就行了 是吧 或者找一些對等的位置 或者這樣啦 但是很多是湧原來的嘛 我就這樣說的 你大家都會同意的 就是一般中下級的 尤其是那些卡那些那類的 或者是那些低級行政人員 做到不能停的那些呢 那這些呢 你跟通脹是合理的 你說政府沒錢啊 那不回他們的事嘛 是吧 是不關他們的 即是他每天做了八小時做時事 是吧 諸如此類呢 是吧 那你是要有一個合理的薪酬給他 那他養妻會移到空樓的 是吧 是吧 即使警察也是啦 全部呢 我們應該 你如果計算數字呢 其實就不是多了很多錢的 但是呢 心理就不同了 你有什麼理由去特首幾十萬人工的呢 是不是 有什麼理由你那些行政會議的成員什麼都不做 有些人聲音都不聲喔 葉劉傑也有出聲喔 十幾萬喔 支公帑 好了 你那些什麼忠誠廢物 現在真是連幾月員都不如 他的發言見報率 但是他不要緊的 沒有很近的 沒有KPI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有什麼標準說他們值不值呢 啊 又是變相委任喔 全部是圍內分餅仔喔 這一派人呢 拿了的公帑呢 我們就覺得是很不對的了 一定是要全部 是吧 減他一半就是合理的 是吧 國內都是這樣嘛 就是不出糧就要將那些高薪的那些 是吧 你說低薪的那些咳糧一半就走了 掃地的咳糧一半人工 哈哈哈 酒樓而已 隔壁間酒樓就請了他啦 所以你說 有大量減薪的空間呢 一定是高薪的 適逢我們呢 適逢我們是什麼 就是大財赤 那現在這幾天都毫無好轉啊 雖然股市又升了一些 那你會不會覺得股市會還有幾千億交收 有大量的印花稅給政府抽呢 就是抽了幾天 沒有的啦 對不對 對嘛 現在今天兩萬幾點不動的 大家就等著機會走貨的 是不是 這樣呢 就是呢 怎麼樣 本年加薪 有91%就說呢 88.3%加薪就會選擇凍薪 為什麼有人凍薪呢 80%就會加薪 是不是 加薪比例就19.8% 什麼意思呢 那這個管理學院說的呢 就是呢 又不斷高齡化啦 高齡化怎麼辦呢 中層及資深的職位人才逐漸出現券口 即是怎麼樣 他們一定要走的嗎 可以 僱主必須高薪來玩留人才 未來營運需要 還有得發展嗎 是吧 那麼呢 諸如此類啦 這個學會股呢 明年加薪幅度是3.6%的 即是香港 喊到那麼高呢 那你的機構 即是 政府尤其是 又想脫多3%這樣啦 那 沒所謂的 是不是 我覺得 普通的打工仔 偏高都是偏的 是不是 就是 冤枉錢都用了 政府來講 但是那幫負責的人呢 是不是 因為為什麼他們要責任呢 你們 你們負責 整好個香港的 尤其是那些行政會議 那些AO 是不是 即是那些 首長呀 那你用多司長 副司長 助理司長 什麼春什麼春 每個人都差不多工作 你想想 特首呀 跟那個什麼卓興呀 跟這個陳國基呀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他講的經常是重複的 重疊兼重複的 是不是 都是行政啊 頭的 是不是 即是呢 其實是多了很多無謂的高薪職位 是不是 尤其是現在呢 是不是 除了警察 我猜是沒得減之外呢 其他個個部門呢 是不是 高官呢 除了不減 警察都應該減啦 是不是 看著來都可以啊 這個呢 就給我的感覺就是 明明香港這一年 更加差了 所有經濟 為什麼就會出個報告呢 就說呢 就是暗示啦 阿超就面對又要加薪 去年是什麼呢 去年就是今年而已 其實 今年是最後溫的過嘛 是不是 本來是高薪的那些四五個巴仙 低薪的就三個巴仙 全部一律加薪三個巴仙 那不正的啊 尤其是那些忠誠廢物 其實應該有個KPI制度 有個一切都要合理 當然你那幾十個人 不是一定會影響財政的大事啦 但是你們都加起來加起來 還有呢 公務員那份量呢 有很多東西呢 私人機構是跟的嘛 所謂私人機構是公帑 就是在公帑裡撥錢的嘛 現在我們的政費支出 你知不知道七成是因為資糧 七成是拿來出糧的 是香港自己的糧啦 Ngo的糧啦 撥錢給Ngo 還有就是撥錢給他要出糧的嘛 大學這些 除了醫院那些沒得說啦 那些有世界性的市場 有很多所謂高級的行政人員 其實是沒有什麼標準的嘛 這些呢 阿超什麼都不做都好啦 是不是 都要找那些顧問公司研究一下怎樣減薪 最少拿定的方案 以備幾年間 要不然就繼續借錢啦 是不是 發行債券 同民間借錢啦 那就不知道啦 香港的 你說借錢基本上是違反基本法的 大家要知道的 但是這些人沒有人出聲的 違反基本法 明明是違反基本法 不是兩天違出 但是沒有人出聲的 因為大家都有利益的嘛 是不是 就事為止啦 薪酬調查報告 最不明白就是為什麼大灣區可以加了5% 我們全世界都知道大灣區 我們知道的嘛 北京我們是遠的 大灣區時時上去的嘛 問一下就知道啦 裡面經濟狀況的 是不是 竟然是這樣 多謝大家了 今天講完了